表单设计,我大概把重点讲一下 1,就是从表单设计里面的VBA 这边的话我们要做出 我先把做好的结果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的话就会多一个表单 这个是做好的样子 你们可以从哪边可以得到参考 在云端白板上面 云端白板里面的函数 这边有个什么 将设计表单这个 你把它打开 就是有这个画面 就是这个东西 待会的话我们就要利用这东西做什么 就是当你输入资料的时候 你就可以让人家不能随便乱输入 而且可以帮你记录到Excel里面 也就是实际上就把Excel当资料过来用 这种好处就是将来 人家就不会乱输入资料 会按照你要求的去输入 而且你就不用再花时间去整理了 所以你会发现 像之前常遇到同学问的问题说 老师为什么我这边东西 有些栏位里面资料都怪怪的 然后都输入一些不应该输入东西 然后他变成说他要花很多力气去检查 到底他输入 别人输入的资料到底是否正确 光花这个时间他觉得花最多 我刚才讲说不如这样好了 你就弄个表单 反正他以后不能够在这边里面动一些动作 比如说的话 看一下我这边 我这边有把它保护起来 比如说保护 有没有这个保护工作表 保护工作表意思就是说 人家就不能在这个里面 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他想要自己输入 马上说不行 有没有 那可是呢 你可以把它锁起来 意思是说 你就只能透过什么 我的工具启动表单 只能从这边输入 那输入的话 你不用全部输入 你只要输入ABCD四个栏位 那输入完之后呢 自动帮你带出后面三个栏位的资料 那怎么做 我再demo一下 比如说输入AA这个人 他的分数 有没有Enter 最后Enter的话呢 当然我按Enter 他就会把它输入进来 然后呢 又移到最上面 并且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这样感觉还蛮流畅的 Enter 有没有OK 就类似像这样 而且哦 自动把下面的框线也画了起来 有没有OK 然后呢 再输入另外一个BBB好了 然后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 输入的资料有错误 比如说哪些有错误呢 第一个啦 如果这边没输入的话 然后 按Enter会怎么样 哎 他会防呆 什么叫防呆 哦 不行 你一定要给我输入 按确定之后的话 跳到这边来 一定要输入 如果他还是不输入的话 他还是会跳出来 所以一定要输入 也就是说确保 这个栏位里面一定要有东西 不然有些人哦 就是给你少输入东西 那怎么办 你还要再打电话 去跟他确认说 为什么这边少一个资料 然后跟你讲说忘记了 那怎么办 那你又头痛 对哦 所以一定要给我输入 那比如说我输入好了 好 那这样OK了 下一个下一个 可是呢 还有一个 成绩不能是大于100的 所以又要再第二个防呆 防呆 有没有 请输入0到1 按确定把它删掉 油标再停到上面去 有没有 看到没有 那就是在输入正确的成绩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才能够正确输入 OK 这样的话呢 把它关掉 再输入就较强 这样不是OK吗 如果他修改 可不可以修改 比如说他成绩 这个成绩要改100分 很抱歉 无法修改 这样的好处就怎么样 以后他给你的资料 就是你要的资料 那你要不要改 完全不需要修改 完全不需要 因为呢 他只需要 很focus在他要输入的东西上面 那你的话呢 就得到你要的结果了 这样子的话 对谁都好 OK 如果说你今天 你就是很大方的 就把耶稣的档案给他 然后你随便输入 我跟你讲 你回来东西也是很随便的 OK 因为你没有任何规范 反正怎么样都可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主要你想说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劳有力 反正以后的话 反正一个萝卜的坑 你再怎么样 你就是照我的方式做就好 那以后我们规划好 以后资料就这样填 就没有问题了 大家也好 所以以后的话 也许你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取得使用者端的来源的资料 或者是其他分店 其他分公司的资料 你就这样给我填就好了 另外的话当然 如果不是用Excel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Google表单也可以 我们在第一堂课不是用到Google表单吗 其实也可以 Google表单 它放到Google四串表的东西 也可以下载成Excel的档案 也是OK的 所以各种方式都可以取得对的资料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介绍如何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demo完 第一个 我们大概会分几个阶段完成 第一个就是说 我先教各位怎么样做这个表单 第二个的话 再教各位如何按一下这个按钮 把这个表单给叫出来 但是里面基本上先把画面设计出来 但程式还没写 程式是当什么时候 当你这个OK之后 然后最后会按一下这个按钮之后 就把资料分别填到你的最下面一列 里面 OK 所以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的话 如何设计这个表单 看起来其实很复杂 很困难 但实际上做出来还蛮有成就感的 以后的话 就一个萝卜的坑 首先的话 我们大概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吗 等一下 我们会建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 VBA叫Fone 这个Fone 基本上前面就是放什么 放它对应的所谓的栏位名称 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个前面的东西 其实在那个表单里面 这个叫Label Label就标签 Label OK 然后Label是怎么样 只能有点像标签 就是告诉你说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OK 那后面这个东西叫文字方块 那它的那个英文叫做Text Box Text Box OK Text Box 然后呢 总共有四个再加一个按钮 按钮的话呢 在这个VBA里面表达叫Button 或者叫Command Button OK 那当你按一下它 Click它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需要做的事情 那如何做呢 首先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 怎么样做出像这样的一个程式 可以把这个结果给弄出来 就今天的重点 所以你会做的话 可以做很多系统 而且可以做很复杂 我们现在只有单一个工作表 以后真的可以画很多工作表 你要做一个进销纯系统都可以 有没有人这样做 有 很多企业 内部只要它是微型的 它不用那么大的 你可以个别设计 你个别部门要的东西就好了 对啊 但是以前你为了要做这种系统 你可能要花很多钱 找外面的厂商工程师来设计 但是如果你们内部会的话 那你自己来就好了 那以前像我们也就是我有在委外的工程师 我做过类似的工作 那其实我要第一个 我要先了解你们的流程 我要先知道你在干什么 光那个时间 有时候跟他花个半个月 一个月都可能 因为他知道你在干嘛 然后我知道你在干嘛之后 我再来设计 那如果说你自己就会设计的话 那你就不用再跟别人讲你们在干嘛了 你就自己按照你知道的那个规则 还有逻辑 你自己去画画面就好了 对不对 会怎么复杂呢 其实我是倒觉得不是很复杂 只是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我们按部就班来看一下 回到那个刚刚那个档案 因为刚那个是做完的 那如果还没做完的话 第一步怎么做 一 请各位先在visual basic上面 一样我们之前加这个模组的话 是按右键 插入什么模组 对不对 那在模组的上方会有个叫自定表单 你就把它点下去 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它会跳出一个表单出来 这个表单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东西 可是颜色不一样 它名称在这边 并且会多一个工具箱 这工具箱就上面要放的零件 或者叫零件相算 那怎么样放这东西呢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那要完成什么呢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这个 如果画出像这样好了 第一个的话我们由外而内 第二个的话由左到右 按部就班 一 由外 外面有个层级系统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层级系统 不是的 所以怎么改它的名称 很简单 请各位看一下底下有个属性 属性这个面板一定要出现 然后它底下有很多的属性名称 那什么叫属性 属性就是它的相关设定 它的资料 比如说像左上角的这个属性 它叫caption caption上面叫user phone1 对不对 所以不是要叫user phone1 我想要叫什么 层级系统 你就把这个地方 改成层级系统 按个enter 有没有发现成绩系统四个字就输入了 所以底下这些都是有特殊的用途 所以如果假设说你不太知道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属性名称 只是说它这个英文也不是算很深的英文 比如说你今天要想要设定什么 像目前底色是灰色的 假如说我希望把它改成浅绿色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猜猜看 底色的话呢 这边应该有个简单的英文吧 底色就back 颜色不就color 有一个了对不对 那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点这边一下 调色盘 浅绿色 有了 做出结果来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以后呢 我没讲到的 你可以试试看看 那fold color就是前面的颜色 那这个是高度 这个宽度 左边右边 反正这上面都有它意思 就是说不见得每个属性都会被用到 对不对 这是宽度嘛 OK 那有些不会用到 这暂时先不去管它 没关系 它的那个start up的position 它启动的时候的位置 预设是在所处中央 有没有 如果说你要放别的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去修改它的位置 都没有关系 执行 这边按一个执行 有没有放这边一下 执行 它就跳出 那上面没东西 关闭 有没有 再来的话我们要放什么呢 就我刚刚讲的 我们要放由左到右 四个这个东西 四个 这个是label 这个是testbox 这个是comment button 那怎么把它放上去 基本上就要靠这个工具箱 如果你不小心工具箱关掉 你其实这边有个工具箱 点一下就好了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检视里面有工具箱 反正检视里面也可以叫出来 那我们只需要用到第一个大A 大A就标签 就label 小A小B 就是testbox command button就在这里 这边有个命令按钮 所以其实会用到三个 其他暂时用不到 有没有命令按钮在这里 那标签先点一下 拖拉 有没有 像右下角拖拉 大小放开 这就这个label了 那首先你要改什么 上面的文字 比如说这里面应该叫姓名 那我就在这边的caption 把它改成姓名 OK 那这样的话我就有那个标签 Enter一下 但第一个问题来的 字太小怎么办 很简单 字的大小由form的字型设定 但是它有个小机关 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按钮按下去 它就弹出 这个小机关有时候同学都找不到 然后字大概16号字好了 大概按确定 字放大了 然后呢 再把它往上拉一下 大概就这么大 底色的话改灰色 back color 它已经跟那个form一样颜色 因为它透明的 把它改灰色好了 就这样OK 那如果你做好一个的话 那你如果要再做其他三个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它复制贴过来就好 我教各位一个技巧 拖拉加Ctrl键 就是复制 复制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这样蛮快的 拖拉的时候呢 就顺便按Ctrl键 那就复制复制复制 或者是你右键复制也可以 这边贴在也可以 但是可能会有状况 它可能歪七扭八 那怎么办 没关系 由上往下选取 格式里面 有个什么 猜应该可以猜得出 对齐 有没有 靠 对齐好了 有没有 主控项 那什么叫主控项 就是你第一个选到的 叫主控项 有没有 主控项在白色 有没有 因为我由上往下选 如果我由下往上的话 那这个就主控项 也就是它有点像排头 排头为准 怎么样 向左对齐 就左 有没有 向左对齐了 再来的话呢 他们的间距怎么办 格式里面有什么 应该哪一个 猜应该可以猜得出 垂直间距 有没有 改为相等 这样就OK了 我好像已经调得很准 再来把这个的名称 有没有 改成什么 答案考核 把它复制一下 取消 然后再切过来 把这边 这个的caption 有没有 改成什么 答案考核 Enter一下 也就答案考核 OK 反正底下两个字 也在完成 那再来的话 这边就让它输入资料 输入资料就小A小B 文字方块 然后再把它拉一下 OK 大小大概这样好了 OK 然后呢 做哪些事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把它执行 它这个地方输入 预测好像都9号字 太小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把这个的 字的大小 有没有 跟他一样 Font的这个小按钮 把它改成16算了 每个都16 这样执行条 这个油边放这边 点一下 这时候才刚刚好 不然的话 预测9号字 你打字上去 哇 字就小小一个 现在打字的话 好像比较刚刚好 OK 所以字把它修改一下 再来底下一样四个 怎么做比较快呢 一样 Ctrl键按住 拖拉加Ctrl键 两个 三个 四个 然后再做一个调整 其实理论上 如果你一次就可以做 精准的话 你甚至连这边 都不用调 好像调 调一下就好了 这样都OK了 再来最后一个 这边做一个按钮叫新增 按钮在哪里呢 工具箱里面有个叫什么 命令按钮 这个命令按钮 在Label的下面的下面 他等于是 这个应该是四楼的 这应该是二楼的 OK 好 把这个 然后做什么 把名称 Caption 改成叫新增好了 OK 新增 字太小怎么办 Fonts一样 再点一下 把它改成 16好了 都16好了 这样 制作太 太大太小 自己要调一下 然后呢 再把它的按钮 看要不要改个颜色 目前灰色 白色有没有 看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黄的也可以 不一定要多一样颜色 字好像太大 字太大算了 把它改成 Fonts 改成14算 稍微再小一点点 这样OK了 最后的话呢 你就把这个再调一下 这个表单部分的话呢 它不是说只能调这么大 你可以再把它稍微移一下 底下太大 把它再缩一下 这边再调一下 这样就OK了 如果位置还要再全部移动的话 你可以全部一起卷起来 全部一起移动 然后呢 再可以再把它紧凑一点点 这样子 好 画面画好 有没有 OK 以前 我记得我们以前做这个工作 画画面 光画画面我们可以画好几个礼拜 可是如果找就弄好了 那就不用那么快了 慢慢来 它跟客户那边往返 这画面是不是你要的 你是不是长这样 不是的话再讲一下 或者是上面栏位 有没有少一个或多一个 还是要调整一下 就来来去去这样子 就是在画画面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要做个系统 当然没那么复杂 就这样 但如果你自己会做的话 根本马上就确认的 就不用说来来去去 而且说真的 我根本搞太清楚 说有一些 比如会计系统 像会计人员做的事情 我怎么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只是大概听你讲 我好像懂了 但我是不是真的懂 其实我不一定懂 那我怎么做 你跟我讲什么 我都做什么 OK 毕竟还是隔一层 所以他做出来 他会常常说 这地方可不可以再改 这地方可不可以再改 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对 也麻烦 所以如果你本身就会计专业的话 那你来设计会计系统 那一定是最棒的 为什么完全没问题 不然沟通上真的是很障碍的问题 而且你会发现 那工程师沟通 真的好像有沟没通的感觉 蛮多的 当然我应该我是算例外 我还算脑筋蛮清楚的 脑筋不清楚的 其实算了 不要再讲了 我如果我以前的同事 在听我上课的话 那把它执行看一下 OK 这样的话就OK 大概长这样子 第一步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那再来第二步就是说 可是问题来了 我怎么启动它 我总不能叫人家说 你自己到Visual Basic里面 把这个表单打开 然后再执行 不OK 所以一定要怎么样 再多一个什么 按钮 按一下这个按钮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给叫出来 也要怎么做 待会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可能步骤有点比较多了 所以功能上面再找一下 主要是根据云端白板上面的逻辑函数 里面也有一个设计表单 将Visual当成资料库 全资料的这个部分的说明